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多肉的修根,还有上盆的技巧 那么就有很多话有咨询,多肉在上盆之后,这第一次水到底应该怎么浇呢? 其实多肉第一次浇水,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三个要点 那么是哪三个要点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注意,我们不要马上给多肉浇水 因为我们在摘种多肉的时候,一般都是用炒土摘种 那么培养土的话是处于一个微微潮湿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马上浇水 因为根系在这种半干半湿的状态下,它更容易发根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浇水的时候,不要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再来浇水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用土都是用研碳土或者是炒碳土 再加上这个科体土来来摘种的 那么如果等到盆土已经完全干透了,我们再来浇水的话 它就会导致盆土难以干透,这个水会停留在盆土表面 然后一直渗透不下去 因为盆土干透了之后,这些泥碳它浇水的话是很难浇透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再浇 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浇比较合适呢? 我们最好就是等到盆土已经干到一个大概七分左右 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浇水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浇透,不能够只浇半截水 如果我们第一次浇水没有浇透 然后呢,就会导致盆土底下下半层的这个土壤会变硬 然后呢,之后再浇的话呢,它的渗透性会比较差 后期呢,也是难以浇透的 所以呢,我们浇水啊,一定要浇透水才行 这就是第一次浇水,大家要注意好的三个要点 那么可能就有话有问,多肉第一次浇水了解之后 这个多肉啊,第一次施肥应该选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最好就是,等到这个多肉浮盆,至少过了一个月以后 它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我们再来用肥 而且用肥一定要避免偏湿淡肥 最好就是用一些甲含量比较高,但是淡又不缺湿的肥料 那么我们一般用的话,就会用这种多肉全营养的水溶肥 它淡定价比例是15比10比35 甲的含量特别的高,可以让这个多肉长得更加的健壮 又能够避免它涂涨 所以呢,这就是给多肉上盆之后,第一次浇水 大家要注意的三个要点,就是不要马上浇 最好就是呢,等到盆土干到一个7分左右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